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今天来到第一期 2016年第一期的美洲华尔街节目 那么今年的2016年的 刚刚大家过完年 我觉得2015年呢 非常值得大家去回味 总体我们可以看到 指数表现除了亚马逊 我记得我还有一期一股的 这个Amazon的股票 是99年买的 今天已经涨到了 接近700块钱 所以这个股票的证书呢 我在garage里面 还不知道在哪个箱子里 所以我今天蛮急的 因为这个股票已经值700块钱了 你知道吗 我心里还是蛮急的 我要找到这个700块钱 所以呢 Amazon涨得不错 Netflix涨得不错 那么2016年将会有什么股票会涨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您肯定有大部分观众朋友 都有401K 都有Mutual Fund 都有Aira Account 那大家今年赚钱了吗 2015年赚钱了吗 很多的朋友肯定的回答是没有 80%的Morningstar的追踪的基金 都没赚钱 包括我们股王巴菲特 卡尔伊肯 Bill Ackman 这些华尔街的最大佬们 从17个percent下跌 到一直到20%都有 好 所以现在2015年 我认为是应该 大家全民起来一起炒股 大家可以看2015年 最后一个交易日 有一个股票叫LEI 他们收购了一个休斯顿的一个地产 结果呢 股价呢 由于这个公司购买了油田 股价特别少 散户呢 一下子把这个股票炒上了10倍 好 那首先呢 我们长话短说 来回顾一下 这个非常短的一周的股市的行情 波荡起伏 高开低走 好 谢谢 主持人你好 本周行情总体来说 确实是虎头蛇尾 上周圣诞节的到来 多多少少也给市场增添了一丝喜气 较500指数冲上2060点的关口 纳萨克指数也占上5000点大关 本周虽然说是新年在季成交量整体清淡 但市场走势却是暗藏玄机 多空交战激烈 周一市场先以后扬 拉出一根下引线 周二大盘在油价助力下 跳空高开一路上行 而周三空翻绑回一城 市场尾盘重挫 但标普500指数仍然守住了关键点位 周四市场宽幅震荡 多空对抗激烈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中一市场可以说是低开平走恐慌见险 早盘的美国达纳斯联储制造业 总体活跃指数意外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 三大指数早盘全部低开 标普500指数开盘击逼近2050点 而油价在上周有所复苏后 本周开盘再度重挫 市场迅速低走 标普500指数盘中一度向前期的重要支撑位 2040点逼近 午后市场出现小幅上扬 并渐入载幅震荡 市场观望情绪上升 平稳收盘 金价一路下挫 跌幅接近1% 勉强在美盎司1060美元上方徘徊 在周二美股三大股指高开高走 早上公布的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和消费者线性指数 纷纷好于预期 标普500指数直接冲上2070点 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并肩站稳200天均线 午后大盘缓慢拉伸 标普500指数占完2070点 从全天来看 油价气纹反弹成为大盘上扬的一大功臣 WTI清智原油期货价格大涨2.8% 助力市场 此外由于商品贸易赤字收窄 美元指数小幅走高 占上98点 周三美股市场低开低走 窄幅震荡 获利回吐情绪有所上升 盘中公布的未决房屋销售数据 出现了四个月来的第三次下跌 加上稍后公布的原油库存数据 再次出现了增长 导致油价大跌 大盘在早盘低开后迅速下行 标普500指数一度失守2070点 此后市场进入震荡盘整模式 但尾盘空峰突然发力 市场快速下挫 收盘时标普500指数 闲首200天均线 已经拒正两天的油价 则在EIA原油库存数据上升后 大跌超过3% WTI清智原油期货价格 再度失守每桶37美元 周四也就是今天 作为2015年的美股收官之战 股市却愁云惨淡 欧洲股市全线飘红 标普500指数和稻松石指数 更是于年末收跌 经营数据方面 失业数据和采购经理人数指数 双双不佳 受此影响三大股指低开 标普500指数 更是跌破2050点关口 好在午前受到油价 大幅上涨影响 三大股指跌幅逐渐收窄 然而好点不长 午后三大股指跌幅 再次扩大 市场开始震荡整理 大多商品方面 油价精锐技术性强势反弹 WTI清制原油激活价格 已举突破37美元 重要关口 还有下面呢 我们就是继续来看 我们纽约的视频团队 在2015年的过去一个月 对很多专家 大佬们的一些采访 作为回顾 我也在此呢 向我们纽约团队 视频团队 做一个诚挚的敬意 祝大家2016年愉快 2015年对于股市来说 注定是不平凡历年 中美两国股市都经历了大起大落 投资有如人生 充满了不确定性 到处都是机遇和挑战 2015年我们还连续四次 报告了美国金融社会 Money Show 向后到了奥兰多 纽约 拉斯维加斯 以及旧金山 采访了超过20位 美国顶级投资大佬 从宏观到技术层面 给予了投资人 第一手的建议 其中我们也结识了 许多好朋友 也遇到了许多神预测 比如华尔街传奇 电话时间创神 Chel Spiderman 就在2月份时呢 指出 当时快速攀升的 中国股市存在问题 何不其然 中国A股在6月份时 遭遇了股灾 上周宗旨 从5000点 肺流之下 冲到了3000点 还有2015年下半年 跌的最差的股票之一 Vadian Pharmaceuticals VRM 早在5月份高位时呢 就被生化股票副 克战·杰森 第一名点中的 几转类所在 克战指出 他的筷子问题 就是随后 江源所攻击 外列的最大的大批 Business model they go in they buy companies they slash R&D to the bone they try to go ahead and get price increases on some of the and that's why they're kind of getting on the radar some regulators right now well Bill Ackman said they will be the next fushion halfway do you agree I have to disagree with Ackman on this simply because if you look at where valiant trading price to cash flow price to earnings they also have some very aggressive accounting it's not one when I would buy fushion halfway 法西烤肉店 foggo to show 但是呢 这些股票 在上市热潮之后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炊烧 俗话说得好 江还是老的辣 老牌餐饮股 Dave and Baskers Buffalo Wild Wings Canel Bread 以及墨西哥小辣椒 Chiple Leans 这些股价呢 反而一直是 华尔街的长青树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餐饮股 边吃边聊 边谈股票的时候了 这首当其中的 就是补价固执或高 也就是说呢 补价虚高 我们对比一下 Shik Shack的市值 以及它的 You will never sleep alone I'll love you long after you go And long after you go Miss I want to ask you Are you tea drinker? I'm a tea drinker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David's Tea? Just behind us So how do you like I have a tea over there 其中有26家 是位于美国本土 食客们呢 是亲切地称其为 牧羊人风格的 明火烤肉 每个女人都渴望拥有 那神奇的蓝盒子 那里面代表着 一片子的幸福和承诺 它就是奢侈珠宝店 Tiffney Tiffney在纽约第五大道上 Tiffney也是多个 影视经典作品的 拍摄场地 我们就从回忆电影 Tiffney的早餐开始 带你回忆了一段 甜蜜的Tiffney国家之旅 传播的踪影 但是现如今啊 随着美元的走强 Tiffney似乎遇到了麻烦 Tiffney过半的销售收入 是来自美国境外 就连美国本土的销售 也有四分之一 是海外游客贡献的 这个数字 对于游客众多的 纽约第五大道旗舰店来说呢 甚至达到了40% 其实美元指数啊 是从去年年中就一路上涨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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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高层是表示 并不准备消极应对 除了推出新的手表系列之外呢 他们还希望在2015年财年 在全球市场新开设 12到15家门店 最后呢 呃我想大家呢 在呃 公差信息之后呢 呃 记得回来 节目精彩的部分呢 还在下半期 好 好